哇~~好多東西啊 零食零食 這就是我們今天去那個 零食那是衝過來 這是今天我們去那個年貨大街辦的年貨 沒錯 除了有年貨還有就是 今天我們送草莓的時候 有那個客人很棒的送我們牛軋糖 還有這個蛋糕 對手工的牛軋糖 我覺得還蠻軟的喔 我覺得OK好吃 那先吃什麼 那我們先看我們的年貨 好年貨 好 Are you 最愛的 咖哩咖哩還是 都很愛咧 咖哩咖哩先 我們照我們那個那時候他買的順序 對對對他買這個咖哩咖哩 他是原味的 但是我發現另外一家 就是其實 呃就是大家去辦年貨的時候 可以就是走完再買這樣子 破比三家 對因為我們走到另外一間發現 喔比較大包 大包 而且好像買三送一吧 但我們家沒有辦法吃那麼多 然後但是呢因為他那個糖粉 感覺比較多 喔 這種糖粉一定要吃多一點 比較重口味這樣子 這一定要吃很甜啊 咖哩咖哩咖哩是一種齁 你如果這個一開始吃下去的話呢 你就會一直吃一直吃 瘦吃對 對其實我說真的一百塊這樣子有點貴 好吃喔 對啊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就是你看他現炸的 我覺得就還蠻脆蠻好吃的 嗯 嗯 好吃 他就是裡面有糖粉這樣超好吃的 好 那因為我覺得他是現炸的 我覺得最後還OK 反正小朋友吃嘛 這是吃童年的味道 因為小朋友也沒有吃 又有沒有吃過 他朋友總是卡哩卡哩 對啊 小時候我們都很愛吃這個東西 他每個要給他吃的時候 他抱著說 這是什麼東西 而且好像心說 欸我喜歡 這樣子 阿美還沒吃完 他嘴巴那個芒果乾還在 還要拿還要拿 他就放在嘴巴裡面 然後分享第二個 喔 這個也是我們經過 就是經過我 瞄到了一眼 我發現呢 他那個海苔很多 我本來要講說 發霉的爆米花 他的海苔很多 然後所以 我就經過試吃 欸覺得很好吃欸 然後 我一吃覺得兒子一定很愛 他海苔味很重 他的海苔味很好吃 對 他重到 兒子吃了一顆 在車上吃了一顆之後呢 他吃完我說 欸 你是不是 打飯了 他說什麼東西 沒有啊 可是我聞到很重的海苔味 他就說 因為是兒子剛剛嘴巴裡面的氣味 他是叫巴米汁 然後是手 就是 法式手感爆米花 然後我們有吃了他的 巧克力巧克力不好吃 然後有吃了他的起司 他起司非常的濃郁 嗯 對 然後他還有這個 原味 巴黎草莓 然後 還有 法式焦糖 然後 起司 這叫搖滾海苔 然後還有 芝麻 然後還有那個 帶進焦香 辣的 但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而且 其實這個 我覺得沒有很貴啦 就是這樣子 這個算OK 因為現在很多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爆米花 嗯 他是250克 然後150 我覺得蠻划算的 那他還有一包 一種就是 就是 這種 小包的 有 八種 八種口味都有 但是才25克 然後 就要150 這個150 這個100 你有沒有感覺這個質感好像好很多 嗯 嗯 嗯 但是都不錯吃 這個好吃 這個海苔的很好吃 起司很不錯 你要把它封好 把阿美玩的時候 把他 不小心煮出來的話 他就謝天謝地了 麻蟻應該會把他搬走吧 麻蟻太開心了 然後再來呢 大家有在看 在影片的時候 看他在試吃那個 芒果 芒果乾 那個他 嗯 就是我們看很多家 他就是有那個 就是 那顏色太鮮豔了 對 嗯 他旁邊是那種 乾的 乾的蔬菜 那他 阿優喜歡吃的是芒果乾 但是呢 那些芒果乾 我覺得 不是像這種芒果乾 這種 你看他顏色 這個才是正常的 然後你看喔 撕下來 那他是整個芒果 他就是芒果 他是整個芒果 他有鮮味在上面 下去做的 那阿優都在試吃那個 那根本就是 呃 糖很多 然後我不知道他裡面的 東西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買了 這上面很多纖維 那他這個就是 呃 艾文芒果乾 好吃 艾文 然後他還有金黃芒果 那個會比較酸一點點 我覺得那比較好吃 阿優喜歡這種甜的 爸爸 阿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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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你用一點給他 好不好 挺好 他要拉絲 給他撕一個 尖叫 打打 以為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他吃了他的芒果乾 這個阿優 好 好 最後的人說 我都忘記 好好好 那我這樣我不敢吃了 我要放旁邊 他等一下要吃的時候可以吃 他真的很可愛 好 那再來就是你介紹阿 他 我們要走 他要折返回去 去買他想要吃的 花生 花生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想要買芥末花生 因為我看到 因為在我以前的經歷的時候 我們從頭光進去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就是 賣花生啊 瓜子之類的 但是呢 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芥末花生 因為他想要貨比山薑 然後 然後 我 我是懶得貨比山薑 我想說阿 書冰逛一下等一下就要走 我懶得再走回去了 對 然後結果他想要貨比山薑 反而 他居然只有這一 只有這一攤耶 對 可能是要到後面才會越來越多吧 沒有沒有看得到 沒有 我是說就是 日子 日子越來越到後面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個芥末花生豆 這是一百塊 這樣一袋 對 但他還好 他就是一開始吃有嗆味 後面還好 對 他後面挑了沒有 就我覺得適合你啊 就很適合就是 沒事看電視的時候 然後他吃了這個之後 他給人家給他試吃這個麻辣花生 他覺得這很好吃 我說既然這樣他就也拿一百塊嘛 對不對 都不錯 都不錯 然後我要跟大家 好啦 就先這樣子 又開好難開喔 我要吃吃看這個 這幾個蛋糕 嗯這個就是在那個全聯聯名的這個好那個巧克力蛋糕 他叫做 他叫做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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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 喝誰 喝 好食巧克力 經典巧克力卡 對他叫 他叫好食喔 對啊 喔 他就是一個聯名的一個 巧克力 然後呢我們在就是逛去逛年貨大街的時候有試吃那個 魷魚絲 他都好貴喔 他沒有看 喔 我剛才有試吃那個魷魚絲啊 我說欸好吃 多少錢啊 一斤七百 一斤七百的話就是等於六百公克七百 但是 你假如說想要買一點點都不知道該怎麼買 因為 六百克 其實很快就到達了 但一斤現在真的是有點貴 對我們這種就是小愛百姓來講真的是 小愛百姓來講真的是 小愛百姓 小愛百姓 對 然後我要吃這個巧克力 來給大家看一下他這個側面這個 我覺得很好欸 很漂亮欸 哇 然後上面是巧克力豆 然後上面一層是巧克力 然後下面那一層白色的是什麼 吃吃看才知道 應該是那個奶油還是 要孝順老婆 第一口一定要給老婆吃 對不對 老婆請享用 這個很像慕斯的感覺 很軟 它是咖啡 最下面是咖啡還是都是咖啡 它那個都是巧克力豆 它是咖啡 它有點像咖啡蛋糕 嗯 但是 很那個 它有點就是它中間的蛋糕體 很像提拉米蘇 很像提拉米蘇 它像提拉米蘇 哦 對 它口感像提拉米蘇 然後很滑順 然後就是很好入口這樣 它這個你們有看過我們之前有拍一個圓的嘛對不對 圓的一樣的牌子圓的那個巧克力 呃 濃巧克力蛋糕 沒有它那個就是 你原的就是布朗尼 哦 布朗尼那個 邪惡布朗尼 那個吃多了會膩 那就幾口 這個不會 這個可以一直吃下去耶 就它有點像提拉米蘇的口感這樣子 還不錯吃喔 嗯 好吃 嗯 然後最後就跟大家來分享我們 就是 手工磨巴糖 客人送的 謝謝 因為他們家是在做那個 餅店 餅店 對 然後就是 呃 他們是自己手工 手工製作的這個 好像你說製作是呃 他們這家店有一夾子 然後 對 一夾子是六十年耶 嗯 然後就是 我有看武俠小說 然後它這個是在木柵 如果有木柵區的朋友的話 這間叫 品藝餅店 對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品藝餅店 它這個是其實在景美到木柵的那個附近 嗯 然後它這個就是在 木柵路二段一百八十七號 嗯 然後 我們剛 我們就是 我一拿到就吃了 對 一拿到就吃了 那時候開車太餓了 很軟 嗯 我喜歡吃這種很軟的牛渣 因為 我們以前那種傳統的牛渣糖 小時候吃的那種 超硬 每次咬一個 會卡牙齒 它外面有一層那個很透明的那個皮 可以吃嘛對不對 對 那是牛渣糖 對 牛渣糖 每次咬那個 那個 我覺得是放太久 對 放很久 然後呢 那個應該也不是手工的 那個咬它這樣 會這樣 砰一聲 那時候你都不知道是 牙齒沒那麼脆弱 但是就覺得 很難咬 然後咬久了之後它才會化掉 但是這個呢 從頭到尾都是軟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很軟 你看 然後重點是它的那個裡面的花生啊 花生還是杏仁 很多 它是花生 嗯 很多很香 然後牛奶味也很濃郁 你看一咬 而且不黏不牽絲 就有些會卡牙齒什麼的 那我覺得它這個還不錯 對啊 很香甜很好吃 謝謝我們的 就是粉絲們這樣子 送送送給我們 送 送我那麼多吃吃喝喝的 對啊 他覺得我們送草莓很辛苦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那 就在這邊跟大家說聲 拜拜囉 Good night 我們明天繼續送草莓囉 對 我要去睡覺了 晚安 安娜 安娜 安娜跟大家說晚安 安娜還在吃 好啦 那算了 拜拜